无论路途有几遥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 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恩与同路人的节目 我是恩与同工Grace 2020年即将过去 我想在这里很多人跟我一样 回望今年的时候 绝对觉得2020年是黑骨铭心 惊心动魄 提心吊胆的一年 面对疫情 面对经济社会市局的动荡 无论是我们身处的国家 我们的家庭 甚至是对我们自身的影响 都是匪夷所思 生活上面 工作上面 学习上面 多了很多新的常态 新的体会 而今天在恩与同路人的节目里面 我就有三位恩与的见证嘉宾 和我们分享 回望2020年 在他们生命里面 留下的触印和体会 第一位和我们分享的嘉宾 就是资深跨媒体的工作者 历任报纸总编辑 电台和电视节目的主持 大学新闻传播系的讲师 在香港嬌教 时代论坛周报的创办人 李感洪先生 我们听下他有什么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一句很尋常的开场白 一句是近乎航货的问候语 祝福语 但今时今日 显得并不尋常 并不航货 即是冲心互相去祝福平安 中国人和犹太人 都是两个有深远历史的民族 这两个民族都经历过 很多的忧患 很多的战乱 很多的天然灾难 所以特别珍惜平安 这两个字 其实在中国的词语当中 有一个更加好的四字词语 比平安是更加有深远又长 也就是温柔的一种意义 叫做岁月静好 岁月静好 什么叫做岁月静好呢 平安就说我们那些平静 而安好的生活 并且这种生活不是短暂 而是持续 所以岁月静好就象征着 能够持续地那些平静 而安好的生活 这句词语是出自中国古老的文学经典 那今年就是已故作家张爱玲 是逝世百周年的生日的一个年度 在香港由于疫情关系 很多的纪念活动 都是很静态 有少少展览 有些出版的工程 记得我从小喜欢阅读 有两个作家都获得一个很高的厚碑 不是一定要拿什么奖 而是厚碑是重要 厚什么碑是什么呢 就是说 凡有中文的地方都看金庸小说 凡有中文的地方都爱张爱玲 就是说到金庸先生和张爱玲女士 这两位已故的作家 在读者心目中一种 可能是相当永恒恒久的一些评价 1944年 张爱玲同名士才子胡兰城是立分约 在分约上写下了四个字 其实是几句说话 就是胡兰城张爱玲签订终身 结为夫妇 原始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 就是这四个字 岁月静好 他们活在一个中国的一个大时代 一个不安定的时代 一个混乱的时代 所以当时来说 最美丽的愿景就是希望能够岁月静好 但实际上呢 一个美学大师 掌勋老师 他的作品是深受欢迎 特别在一个价值混乱 大家很忙碌的日子里面 掌勋的作品就好像一股的清风 令人为之是陶醉清醒 他写一本书是以传统二十四节气去入题 去书写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来到顺应节气的推动转移 日月星辰朝来朝往 花开花落 而领悟出一种内在的喜悦 一种田静安稳的力量 书名也叫岁月静好 香港经历过正情和疫情 那种的扰乱摧残 今时今日我们的日子都是觉得 是相当是不安定 失业潮 结月潮 此起彼落 而很多社会的现象都令不少人 不停感到灰心 甚至再次卷掉了移民的新一波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过一些静好的生活呢 真是很难得 事实上掌分去写税静好所表达出来 其实知道人生不可能 是永远是春天的 总会有很多的变化 我们一定要持守着内心那种的力量 或者如此才能够在一个变动的时代当中 日日都是好日子感觉 在这里我介绍你一本基督教的作品 就是基督徒作家Joanna Viva所写的中文的作者 亦叫《韦桥案》 书名叫《马大世界,马利亚心》 这个故事基督徒很熟悉 是出自圣经、奴家福音 当时耶稣都是在奔波、奴隆当中 在北上耶路撒冷 而他在人生的几年当中 是有三位特别好的朋友 都是一家人 是三子弟 帮助是大家姐、马大 妹妹、马利亚 和弟弟拉撒路 这段经文记载 耶稣是进入到马利亚、马大的家 是接受他们的款待 圣经记载当时出现了一幅很特别的图画 就是马大不断去准备接受耶稣的饭食 接受耶稣之外 都包括了他十二个门徒 要应付十三个大男人的饭食 是绝不简单的 于是就忙到是不亦乐乎 但是这时候 妹妹马利亚 就坐在耶稣的脚前 去听耶稣的教导 马大在忙碌当中 是有少少情绪反应 于是出来说 哇!耶稣你看看 我妹看我的忙都不来帮我 我说你说一下她 是不是来帮一下手呢? 耶稣气定神恨 跟马大说 马大马大 你为很多的事粗心烦恼 但是不可小的 只有一件 就是马利亚 已经损入了上好的福分 是没有人能够拿走她的 这段的记载很特别 耶稣没有讲很多大道理 也都没有记载到 她跟马利亚究竟 讲了些什么重要的信息 就是跟两姐妹自然不同的 接待的方法里面 去带出了一种 其实是超越了一般人想象 一般人所认同一种的态度 《马大世界》 《马利亚心》的作者 韦乔安 就这样描绘 她说 马利亚如果像一度阳光 马大就像一声雷鸣 如果马大是车头 马利亚就是跟着后面的车厢 马利亚能够悠游自得地 慢步在生命的花园当中 为了臭纹一朵玫瑰而注足榴莲 至于马大 她就会明快地将梅的花彩下 利落地收剪花枝 然后配纳着满天星 和其他的缺页插在花瓶里面 这位作者有文学的收养不足 妙绘得是相当仔细 她没有像一般人去批评 或者是指指点点 是去批评两姐妹 哪个态度对 哪个派道不对 而进入两人的内心世界 讲出两种性格的差异 而不是很简单去分对或错 同样耶稣也没有贼备马大 即是点出问题所在 她没有要求马大学马尼亚 没有逼马尼亚去学马大 即是觉得在生命的忧似当中 什么时候应该放下 什么时候需要找紧 香港日子其实并不容易过 作为香港人 我们经常是在家庭 是在两股拉力当中 很难找到平衡 我只觉得做基督徒 那个压力更加大 除了家庭 除了工作事业 我还要应付教会的侍奉 好像李锦雄那样 从事新闻工作难免有一份 是隆德化不开 是重德难死下的社会责任 所以变成了是四股的拉力 不断去拉扯 而过去几十年来 我发觉自己都不断在 很忙碌的工作当中 有点像马大 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但在几十年来 我自己很努力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做到 忙而不乱 忙而不乱 这句说话 就是很多年前 我的生命师傅 林思齐先生 他教我 我问他 我问他 你这么多东西做 你能不能够办 他说很简单 我能够保持忙而不乱 所以四个自成是我 可能是人生大半场 所努力学习的 一种生命的节奏感 但这段日子 当我是进入一个半退休的阶段 又面对香港的正程 疫情 很多东西都身不由己 很多东西都要停摆 很多东西都会打乱了你的部署和计划 但在这段时间 我就要学习一个新的功课 叫做 在这段时间 在空閒的时间 在空閒的时间 当中 也不要态慢 不要放纵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从近期 从正程的分亂 到疫情的环绕 一个香港的基督徒 要学习的功课 要学习的功课 正好不在外在环境 而在一种内心的世界 内心的力量 我想起 《圣经》《传道书》第三章 所描绘的 神灶万物干其事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放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始忠作为 人不能拆透 当人面对患难 面对人生的逆境 总是会回到上帝祈祷 看好事都丟及 坏事有一点透霉 這是幾傳統的中國民間宗教的一種核心 就是希望天從人緣 但是基督送養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不是只是希望天從人緣 我們更加重視就是人從天緣 人是要信服上帝 人要按照上帝的計劃 來怎樣在亡亂當中保持輕鬆心態 在閒下當中又不會是放屁自己 這就是我們一個侍奉人生的一種的基本態度 這幾年來香港人確實覺得 很多事情都很不原言 有位年輕的唱作歌手 左手歌就很受歡迎 他叫方浩文 歌名叫做《假此世界不像你如期》 當中的歌詞是這麼說 他說 《假此世界不像你如期》 仍懷著一火謙卑 去面對不安的天氣 很有智慧 石上怎樣懷著一火謙卑呢 人總以自己為中心 人總覺得自己的判斷 自己的看法呢 是最對的 我想起《聖經》司徒保羅所說 他說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真正的謙卑就是完全的放下 怎樣可以完全放下呢 就是你根本已經不再是我了 所以面對全世界的疫情 相信在遠方的你呢 同樣有很多心情的煩惱 很多難解的結 也都不能完全用理性解釋的問題 但是最重要真的是呢 怎樣去找回那種內在的力量 偉喬安的一位基督徒作家 他這樣說 神可以讓我們生活在馬大的世界當中 卻像我們馬利亞的內心 這本書最特別就是能夠在亡亂 在憂恆當中你找到一種平衡力量 有時我們需要在馬大社當中去忙碌 有時呢 又能夠享受到馬利亞那種寧靜的內心 在一個似乎不好的時代 我不斷去勉勵自己 也都勉勵一些身邊的朋友 在不好的時代 我們要做最好的自己 怎樣做到最好的自己呢 我想起從小在聖經當中 我有一個心靈神會的教導 怎樣在人生路上為炎為光 但是這個抽象的理念呢 其實慢慢成熟 你才拿捏到在人生不同季節當中 自己的定位 今時今日我只是期許自己 能夠成為一杯的淡鹽水 很容易入口 很容易入口 很容易調味 很容易被受傷 被不舒服的人呢 一點的安慰 一杯淡鹽水 並且成為一個生命當中 不斷發著微光的人 不可以像煙花綻放 也都不像呢 說那些紅紅的烈火 但是 持續的微光 總是帶出希望 和溫暖 所以 當我結束這段錄音的時候 仍然送給大家那四個字 歲月靜好 讓我們找到一種內心力量 好讓我們的生命 在一個分亂 很多不如人意的日子當中 仍然持續地過一些 安靜而美好的生活 多謝大家 歲月靜好 望而不亂 閒而不抬 謙卑的發出微光 不單止是李錦鴻先生的願景 相信 亦都是我們的期盼 接著下來 我們下一位的嘉賓 就是司徒永富博士 他是香港一間集團的行政總裁 擁有豐富的職場經驗 經常在學校 政府部門 或者一些商業團體 擔任講師 和顧問的工作 他亦都在不同的行物發表文章 不知道2020年他有什麼體會 有什麼期盼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2020年整年的心路歷程 在2020年裏面 感慨良多 大約要總括來說 我學到的是三堂課 這一年 是絕不平凡的一年 新型冠狀病毒 已經影響了我們的正常生活 好一段時間 不少人經歷了一輩子 都未曾想過遇到的困難 沒想過 可以是全年 都是活在禁足的狀態 全球九成的航班都被取消 我們被迫留在自己的角落 病毒也都導致了很多人死亡 全世界的經濟大混亂 大量的企業倒閉 失業攀升 所以不少人是指出 除了沒有出現軍事衝突之外 尚述這種情況 和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面對的浩劫是很陌生 好像森林大火 經濟秩序瞬間的被改變 生活秩序也都在洗牌 可以這樣說 我們被迫去回答 和多了一個新的名詞 就是叫做新常態 第一課我學到的 就是應變力 應變力不單止 是我們在工作間 面對生意 各樣市場上得如其來的挑戰 每一天都要去鼓勵自己 要去應變 的確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由早上擦大眼 在家工作 如何安排自己的作息 一天三餐 政府頒布 每一個星期的措施 我們都要去學習應變 那究竟這個應變 和我們的認知 有沒有矛盾的呢 今年我們有一個名詞 經常地在報章找到 就是叫做黑天鵝 如果你說一些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是現在竟然發生 這些就是指到 一種的現象是不尋常的事件 原來黑天鵝 這個的名詞 17世紀之前 歐洲人是認為 天鵝都是白色的 所以歐洲人是從來沒見過黑天鵝 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 就成為了一個沒有人懷疑的事實 去到 當人類在澳大利亞發現了黑天鵝 歐洲人的想法就因此以180度的改變 黑天鵝也都變成了不吉利的象徵 就好像我們所說的烏鴉一樣 這種翻轉 會造成我們的心理劇烈的震盪 因為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 要推翻我們恒常的觀念 的確是不容易 很多時我們相信的觀念 我們樂觀的情緒 我們不想它錯 但是當它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好像一切都幻滅了 所以 新冠狀病毒 或者是病毒的擴散的死亡率 封城 世界的停擺 在我們這些都市人 或者在戰後從來沒經歷過 戰亂的人來講 這個的確 從來都沒有想過 也都我們會覺得不可能 但是它就是這樣出現了 說開黑天鵝 不如說說還有一種的現象 就叫做灰犀牛 灰犀牛就是比喻大概率 而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 但是因為灰犀牛的體積 是非常之笨重 反應也都遲緩 你只可以在遠處看到 但是也都不在意 但是一旦它狂奔 來到你身邊 你會手足無措 其實它並不神秘 你遠處是看到的 只不過我們沒有想像 竟然會是衝天大火災 這樣燒到埋身 其實這個在說的 有很多的危機 它是存在 不過沒有想過 它會在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說開2020年 其實一定要說2019年的下半年 在我身處的工作間生意裏面 面對最大的挑戰 就是香港的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 從來沒有人想過 一個的條例 是牽引到這麼多的事件發生 令到我們的生活 令到我們的營商的環境 出現了巨大的劇變 我記得在2019年的上半年 我自己的生意其實不錯的 香港的經濟也都不錯的 一直有半年的好景 但是進入了6月中旬 就開始一幕又一幕的事件 在不同的香港的區份發生 開始牽動了大部分的情緒 每一個星期 每一個週末 都有很多動蕩的事件 甚至很多的店鋪 都在大量運輸系統的裏面 是被迫 是全線的某些時間關閉 或者是開了又要關 或者早上是不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開門 因為運輸系統都被衝擊 那個時候 我的同事心情都是非常沉重 而我自己 也都是從來不知道怎麼應對 因為在我的工作月曆 或者在我的學識的裏面 從來沒有想過政治的事件 是會影響到我們的營商的環境 也都有一些的信念 互相的衝擊進入了工作間 有很多的同事帶著很多情緒 回來工作 也都影響了辦公室的林里 那個時候 我自己只可以鼓勵自己 滿聲發大財之外 就是鼓勵同事 各就各為 盡量的要沉得住氣 很辛苦才熬過了 那段的社會運動的時候 跟著2020年 有一個的小陽春 就是一月份 聖誕節之後 社會是大致上 有一種的氣氛 就是希望長和一些去迎接春節 但是在春節的前面的一個星期 就開始傳來這個病毒 我們在香港開始大年初一 是沒有互相的去拜年 這些時候 我們曾經的想過 日子會很快的過去 但是在這裡分享的時候 似乎疫苗才開始出現 我們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之下 我們被迫的是去不斷應對市場的改變 直至到如今 病毒仍然是揮之不去 在我中學的時候 有一位的老師曾經告訴我們 我們怎麼可以發掘自己的潛能呢 原來是有三種的方法 第一就是透過認識和學習 所以上課、教育是基礎來的 第二就是著手去做些事情去體驗 不用顧慮太多放手去做就是了 就好像我們學習游泳、開車 你會發現從經驗的裡面 你是會越來越強壯的 就好像在疫情的裡面 我們被迫在家工作 用遠程的軟件來開會 網上學習 慢慢的就是體驗到 原來上帝給我們的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少的 現在原來有一條的公路叫做Wi-Fi 我們仍然可以接觸到 仍然可以溝通到 所以在我公司的裡面 我們當病毒的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 我們中間都進行了有在家工作的安排 大致上我們會將同事分成AB 盡量是將辦公室的人流減半 當然在這裡都要多謝我們前線的同事 在店裡他們緊守崗位 算是在挑戰裡我們仍然是可以捱得過去 我所身處的行業不算是重創 有些跟旅遊業有關的 有些是酒樓要有糖吃的 或者是酒店的從業員 甚至是航空業的衝擊是空前 而我的生意是錄得負增長 但是不算是重創 就是因為我們的店比較小 之中我們以外賣為主 面對挑戰的裡面 我們會成長 這就是第三個方法 現在回望都需要感恩 灰犀牛、黑天鵝出現 是讓我們接受世界一直在變 變得我們自己很陌生 但是我們的應變力 也都因此而強壯了 第二個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學習到謙卑 2020年無論如何 我們的口頭禪都要改變 我們認為沒有可能的事情 原來它是會出現 我們只可以說我們不懂 原來世界某一個角落 我們未曾接觸過 我們就以為那些事情不會發生 我們只可以謙卑一些 去相信自己能力是有限 認知也是有限 有人敢形容 當我們面對困難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有三個F的反應 你會去Fight 你要立刻跟它對抗 希望能夠戰勝它 但是君子不立危場 如果你發覺你沒有辦法戰勝它 因為有些人會選用第二個F 就是Fight 逃避 逃避都不差的 起碼可以磁形保態 但是你可以想像 如果逼到場角 一隻獅子 令到你沒有能力 你的恐懼 是打不贏它之中 你都在場角逃跑不了 其實你有什麼選項呢? 就是第三個F 就是Freeze 你只可以在那裡住手法外 我的經歷 由2019年下半年的反修例 社會運動 是一個這麼大的環境 複雜到一個地步 我的學識 我的知識都不能應對 同時看著我 以為我有方法 但是其實我真的沒有方法 我有更多的時間是選擇 法外 退去 安靜 去到疫情的裏面 我的生意 也都是大受影響 因為我們在大量運私系統的裏面 所以很多時 為了是減輕人流 很多人在卡的工作 所以開的車的班次 也都開始 是有重新的調整 所以我要重新再去想 究竟怎樣 是能夠將 每一個的交易 是能夠 由一個數額 來遞增 去另外一個數額 換句話說 就是希望 入來的 每一個顧客 可以多買一點點 因為 它再來的 頻率是會低了 那究竟有沒有 創新的意念呢 我可以這樣說 是沒有的 真是只可以安靜 有時想不到 不如就安靜 乾著急 或者是做錯的決定 是更加是會 执收尾 還有呢 是更加呢 是要讓自己的情緒 是不穩的 所以 今年 有一句的 的金句 是對我最大的幫助的 就是 詩篇四十六章的 第十節 你們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上帝 和雅各書的四章十五節 你們只當說 主若言義 我們就可以活著 也可以做這事 或做那事 沒錯 我們以為一切都是可以計劃的 一切盡在掌握的裡面 好像大地盡在自己的腳下 幾乎 是將自己當成神 一場的病毒 甚至是之前的社會事件 向我們宣告我們是人 不是神 很多的事情你是控制不到的 不過你可以做宇宙小強 就是 跟自己說 我也有個根據的 如果我能夠活著 不死 我就可以生 在我們的工作的裡面 我們說生意 就是 有生機的意念 所以 我曾經 是這樣去想 病毒其實對我們 都有一個正面的意義 就是 讓我們謙卑下來 也都不要自大 也都在鏡頭的面前 我們會看到 有一些的正要也好 極端的教派也好 他們對病毒是若無睹 但是到最後來 他們都要跪下 甚至 自己 都是 被感染 所以 那些管理學的書籍 是從新的 來到整理之後 我打算是送給人 但也有很多朋友 但也有很多朋友 是覺得 不適合 最後來 我們都將這些 管理學的書籍 是 將它環保 回收了 對我一個很大的提醒 就是 一切的知識 其實 相對於 上帝的出手 我們都只能降伏 所以 是 learn to unlearn 我們開始 unlearn自己的 既有的觀念 重新的認識這個世界 和上帝和我們的關係 第三個 就是 承接剛才所說的 我們只要活著 不死就生 就是一種的 行狗的毅力 簡單來說就是行毅力 有一天 我在茶餐廳的一個角落裡面 看到一個小牌匾上面這樣寫 他說 一場疫情 讓我們明白 未來拼的不是學歷 不是權力 不是實力 拼的是免疫力 健康不是第一 而是唯一 我就想起 在停擺的日子裡面 我就在自己的書架上面 拿回一本以前看過的書 英文的名字就是叫做 Man Search for Meaning 中文的翻譯版就叫做 《活出意義來》 裡面的作者就是意義治療大師 弗蘭克 Victor Frankl 他有一句這樣的名言 他說 人不應該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而是要認清 在生命對他們有什麼的期待 然後他又繼續這樣說 他說 面對這個期待或者追問 我們不能夠以說話和尋思來答覆 而是以正確的行為和作為來答覆 到頭來 完成生命不斷安排給每個人的使命 換句話說 面對困難我們唯一的出路 就是不斷和處境對話 透過愛的意義 受苦的意義 生命的無常去扭轉人生 在面對不同處境的態度 這幾句話對我深受影響 就是原來我們很像一粒種子一樣 我們基本上是沒有能力去預知 將來自己是在花園的裏面 是一棵大樹 還是花朵 還是草地 我們只管的 是盡力在這個花園的裏面 堅持自己成長 和進合健康的光合作用 我相信上帝把我們放在處境的裏面 其實讓我們和處境對話 我們不需要再問為什麼我們在那裏 而是問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再看回生命記的6章5節 或者是麥克福音的12章30節 亦都是活出意義來 裏面的作者 當他面對集中營死亡的威脅的時候 他在口袋裏面找到一段的經文 就是你要盡心盡盡力 愛耶和華你的上帝 在2020年裏面 我重新的 是再安住在 和自己和上帝的關係的裏面 又發現 我們只有一個責任 就是在不同的處境的裏面 我們只可以盡心盡盡力 愛我們的上帝 因為我們的上主 他很愛我們 雖然沒有答應天色常藍 雖然他又容許挑戰 也都將我們即是挑戰艱難的裏面 但是他應許他與我們同在 所以2020年 我發現我自己的生意 我自己的情緒都是不容易的 不過我可以學習駐守和安然在上主的裏面 萬家燈火在閃爍 萬家燈火在閃爍 好像不停在訴說 千萬人生命中 悲歡離合的故事 人生好像一台戲 劇中人散的時候 心中的盼望到永久 天越淚 夜越深 星星越照亮也空 好想我心中的盼望 好想我心中的盼望 越黑越善亮 我知道有一天 黑夜將成為過去 黎明的方越著越明 照亮永恆地盼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司徒永富博士所說的 灰犀牛 黑天鵝的故事呢 他提醒我們面對挑戰要成長 我們活著不死就是有生命 恆久毅力 是我們這段時間所需要的 而一場疫情 所拼的不是學歷 或者是我們的靈力 而是我們的免疫力 回望2020年 我們真的需要有更多的應變能力 更加是需要 好像司徒永富博士所說的 謙卑下來 但願我們都能夠 好像他一樣 安然的駐守在神的裏面 接著下來 我們就有年輕的牧者 Bosco 潘慶章 和我們分享 他在去年年底回到香港 成為香港藝人之家的屯幕 剛剛在過去這個聖誕 他就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藝人之家 一起搞了一個聖誕的報道會 去分享基督降生 帶給人類救恩的盼望 我們聽聽這一年 他在香港的體會和得著 Hello 大家好 我是Pastor Bosco 我是現在香港藝人之家的屯幕者 我是今年年初 就由溫哥華 就飛來香港 就接受這個崗位的 我記得當時我來到香港的時候 就是一月尾二月頭的時候 當時我一落機 香港的疫情就開始爆發 我落機那一刻 機鐵地鐵上面是完全沒有人的 當時也挺嚴重的 溫哥華當時就疫情也未爆發 就開始來的 我開頭兩個星期就挺困難 因為一到步 因為我是移來香港做事 我拿著兩個行李箱就來到香港 其實要做很多事 比如開銀行戶口 開網絡 開手機 但是因為疫情爆發 就很多東西都沒有開 銀行不開 全部店舖都 每天開很短的時間 街上很少人 都有點困難的 開頭的時候 如何解決 但是感謝主 他就 頭三個星期 他都給我一件一件事 去解決到 所以頭一個月 我都可以開始 定居下來 由於那時候疫情開始爆發 那Work from home 就變成了一個新的趨勢 其實大家都要Work from home 那我到步的時候 我都要Work from home 所以很Rely on Internet 手機 這些 上網的程式去做事 所以我頭幾個星期 都不能回到辦公室 即使不能回到辦公室 都準備不到什麼 因為 整條街很多東西都不開 食肆也不開 所以頭一段時間都要 適應新的工作模式 對我來說 這個是一個挑戰 因為我剛剛到步 要接管藝人之家的機構 裡面我都要跟別人溝通 所以每天都是 十分之多的網上會議 真的每天都網上會議 網上會議 由於大家都不知道 疫情的發展會是怎樣 會長多久 所以我一到步香港的時候 我們之前 即是在溫哥話 都有跟香港的部門開會去計劃 接下來有什麼措施 有什麼計劃 其實很多這些計劃 都不知道實不實行到 其實有很多都要擱淺 那些計劃 因為疫情的發展 那神就讓我們智慧 讓我智慧去學習 怎樣在一個改變的環境裡面 就不要慌張 不要害怕 但是在不停討告 祈求神的帶領之下 去開拓新的路 開拓新的模式 去繼續工作 所以我記得我有一天 回到辦公室 整個辦公室都沒有人 整個辦公室都沒有人 我去了我新辦公室 自己在點蠟燭做討告 我看到外面的建築 我覺得城市很冷靜 我問神 我問天父爸爸 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了 我跟他說 你帶領了我 由溫哥華來回我出生地 香港 現在我站在這裡 你想我做些什麼呢 現在世界都很動蕩 尤其是香港之前有社會運動 跟著現在疫情了 跟著現在疫情不只是香港 是全世界都開始了 是一個 global 國際性的災情 疫情 那有些什麼你想我們做的呢 跟著我在討告裡面 我就有啟示 既然現在大家都出不到街 那我們其實可以運用網上 網上傳媒 網上的途徑 去做一些我們可以宣揚福音的工作 由於藝人之家裡面有藝人、歌手 其實我們的責任 或者我們的 calling 應該是讓我們這個機構裡面的大兄姊妹 運用大家的恩慈 無論是演戲好、唱歌好、拍節目好、拍MV好 這樣去宣揚福音 那麼我們就 拿著這個異議帳 就開始跟我們的機構裡面的call team溝通 討告 然後跟一些大兄姊妹討告 溝通 然後慢慢我們都是朝著這個方向 這樣去發展 跟著下來我們的事工 那麼就因為我新到香港了 那麼我都是溫哥華二十幾年 那麼很多現在香港那個culture 那個文化我都要重新學習 那麼有很多事情我都要重新去學習 其實那個娛樂圈過去的五六年都變得很厲害 那麼以前就是去過娛樂界 那麼你是很 rely on那些電視台啊 電台啊、報刊啊 那麼但是因為現在網上的進化成長 那麼其實現在全世界很多人都是在網上得資訊 在網上聽音樂 在YouTube上面看影片 在Netflix啊、Streaming啊全部 所以新的媒體其實已經是分了娛樂界的很多部分出來的 那麼所以又要學習一些一樣東西 你又有新的一輩上來 現在新的一輩可能是不一定 他去電視台拍戲 可能他自己拍一些微電影 那麼自己放上YouTube啊 如果做得好的那些可能就有資金啊 又有財力多一點就上到Netflix啊 那麼就是很多東西要重新去學習 我要和音樂都是啦 以前就要唱片公司才讓人聽到 現在可以很多人是independent artist 我自己都是一個來的 就是自己做音樂 然後自己找平台放上去 那麼所以整個氣候都變了 那麼所以我都用了多少時間去學習 跟不同的藝人、歌手溝通 那麼現在怎樣呢 我頭那半年呢 我經歷的就是我要學習 放下我以前的思想 就去學習現在新一代的藝人啊 歌手是怎樣去營運他們的事業啦 他們有的struggle啦 還有我也要謙卑地去學習 就是究竟神要我們走去什麼方向呢 是吧? 因為現在疫情裡面呢 尤其是大家都走一些沒有走過的路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以前的思想 在現在這一刻都未必可以殺行得到 因為藝人、歌手都是很 relied on 做show、拍戲、開演唱會 這些都是做收拔的嘛 對於娛樂界來說呢 疫情爆發了之後呢 就影響十分之大了 因為大家歌手、藝員 很多時候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全部show都cancel了 其實很大部分的藝人們呢 在這段時間都是很低 甚至乎是零的收入的 所以當我跟大家溝通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 其實大家都是很負面 有很多不開心的地方 但其實也不是只有藝人歌手才是 其實現在全世界的人 在疫情底下都可能變得很負面 很慌張 覺得不公平 覺得世界現在怎麼辦 所以頭一半年呢 我是一個很多負能量 和很多恐懼的環境底下去工作的 但是又在這種環境裡面呢 就讓我想起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之前經歷過的事情呢 就有用了 我以前在坐牢裡面的訓練 在艱苦裡面的磨練 木會裡面學懂的事情 現在就全部都大派用場了 就因為在一個這麼多負面 那麼多人放負的環境裡面呢 我就可以嘗試用我的生命見證 加上經文的教導 再幫助身邊的人 在主裡面找到希望 就像在羅馬書第五章裡面說 就是在患難中也時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受恥 那就是因為正正是我經歷過 也都在經歷著 那我就可以幫助身邊的人 其實呢 在主裡面仍然有希望 我知道很難 在聖經裡面說 就算在患難裡面也要歡歡喜喜 其實哪有人做得到的 患難裡面又怎會歡喜呢 對不對 這個就是因為 如果人在患難裡面沒有神 或者沒有一個愛我們主的帶領 那就沒有希望了 那就歡喜不了 但是如果患難裡面呢 我們是有救主的 我們有個愛我們的天父爸爸 帶領我們的 那我就知道有希望 那我就這樣幫助身邊的人 在患難裡面呢 就學習在主裡面找到希望 所以就像在這樣的環境裡面呢 神都可以做一個機會給我們基督徒 去帶領人 出回那個負面的陷阱裡面 就幫大家不要只是看著那個環境 不要只是依靠自己手上的能力 或者財力或者物質 因為這些東西在聖經裡面教我們 有一天都會沒有的 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會沒有 除了神的真理神的話 神的角度 才是會永恆 所以這就是為了聖經經 是教我們去 用一個永恆的角度去看事情 那我們就會明白 原來我們希望 不只是這一刻 我們希望是在神那裡 在永恆的角度那裡 當我們香港藝人之家 嘗試去開拓我們自己的呼音平台 即是嘗試自己製作一些短的節目 無論是一些叫做敬拜的節目 還是一些傳風的節目 當我們開始去籌備這些事情去做的時候 神又很特別 祂又開了多些門給我們 原來除了我們香港之外 我們不同地區的藝人之家 譬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台灣 我們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有這樣的儀仗 就是要用傳媒 要用網上的傳媒 去做多些project出來 去傳福音 運用大家藝人歌手的恩賜 去做一些節目出來 所以過去這段時間 我也要跟不同地區的藝人之家溝通 開會 嘗試一些不同的project 所以也會用多了很多網上的會議 跟大家溝通 跟不同地區的藝人歌手見面 討告 Bible Study 甚至乎我們現在 除了我們香港藝人之家 會製作自己的微敬拜系列之餘 我們現在也是籌備 12月就會跟不同地區的藝人之家 去做一個跨地域性的網上報導節目 我們每個地區的團隊都很認真去製作 我們香港也不用說 所以其實很多人在展望 以及真的嘗試很多新的東西 在這段路期間 因為其實藝人之家 都已經是一個比較有歷史的機構 很多東西已經是有固有的一個系統 但因為現在是真的世界變得很厲害 無論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還是因為網絡的關係 娛樂界的變動的關係 所以可能以前那個模式未必是很合適 因為你伸走不可以落舊瓶 你會聖經教我們 伸走落舊瓶,那個瓶會爆的 所以現在我們也要重新去調整 我們機構裡面的運作、模式 嘗試很多新的東西 所以真的很需要神的智慧和力量 去帶領我們怎麼走 高興的就是在這麼多危難 但在這麼多負面、這麼多微知數的環境裡面 我們知道這個不是結束的 我們知道神仍然對世界的救恩工程是有一個計劃 我們仍然知道神是很愛世人 當然我們世界上是充滿罪、充滿細菌 還有很多不好的東西 但是神的能力仍然存在 聖經告訴我們 當罪升得高的時候 或者罪惡升得高的時候 恩典升得更加高 Grace abounds even more 所以我們每天都真的可以 很需要其實 我們很需要去 Rely on 耶穌的恩典 的Grace 耶穌的Grace 去走每一天 我們知道有耶穌的恩典 就有前路 那麼我們真的大家都學習 我們大家一起學習 在這個這麼困難的環境裡面 就如何在耶穌恩典裡面 活出一個更加豐盛的生命 是啊 聖經講過的嘛 耶穌教我們 祂來的是給我們一個豐盛的生命 那麼我們一起在這裡學習 究竟在這個這麼多負面 這麼多微知數的疫情的環境裡面 怎麼可以讓耶穌令我們的生命變得更加豐盛呢 那麼另外一件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香港裡面 神也都讓我用我的恩賜 就是我的wrapping的恩賜 我是一個rapper來的 就是我一個搖舌 雪唱歌手 怎樣用wrap去參與一些不同的project 其實是一些project邀請我的 就在一些歌裡面寫一些wrap 那麼wrap裡面我會說不同的東西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恩賜 也是我正在用這些東西 那也是希望我這樣做的時候 可以設一個example給身邊的人 那麼在這段期間呢 在這段期間呢 也都很感激著這個開門 他開門給我去跟Pastor Francis Chan Pastor Francis是美國一個很有名的牧者 他現在也是跟我參加時間 就來了香港做事工 那麼我跟他見面 大家聊聊聊英文 沒有頭契 那麼他也都對我們的事工 對娛樂圈裡面也都很負擔 那麼過去我們都 在他的幫助之下呢 也都他來跟我一起去 就是去跟一些藝人那裡聊聊天啊 告訴他們 我們在娛樂圈裡面 怎樣要捉住神啊 不要被世界上的人 有拉走我們啊 那這樣 那就是神可以開門 神開不同的門 去供應給我在香港的時工 其實是神的時工來的 他讓我去參與神的時工 叫做 怎樣在這個時工裡面呢 就是去 一步一步這樣走 一步一步這樣向前走 其實如果你問 喂 是不是前面的路很清楚的 其實 現在的黑客很坦白說呢 就不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 疫情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遠 香港的第四波 北美洲都一直在上升 真的好像現在的黑客 都還是覺得沒完沒了這樣 經濟會怎樣呢 大家還不知道 是不是很多東西在收拾呢 是的 現在走在街上 很多店舖、餐廳都收拾 其實全世界都是 現在就 很多東西在變動 很多東西都搬到網上 網購現在就在蓬勃著 很多東西都要學習 這些年真的很多東西都需要學習 除了我之外 我相信大家都是 各位聽眾都是 這些年真的很多東西要學習 外出又要戴口罩 又要洗手洗二十秒 賣完東西回來都要消毒到 有頭到腳 這些以前都不用的 但現在都一定會做 而且又探不到老人家 或者病人 好像我其中一個 回來香港的原因 就是希望想近我婆婆多些 她九十幾歲 上年做了一個切除左腳的手術 現在就一定要在療養院裡面居住 我回來香港其實都想服侍她 都想跟近她多些 為甚麼我回來這麼久 其實都探不到她 因為不給 政府不給 因為怕傳染病毒 這個又不只是香港 這個 很多世界上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北美洲都是這樣 不給探 所以又有很多 之前想去做的事情 之前我對我自己人生的計劃 現在這一刻都做不到 好像很簡單一樣 我計劃了我計劃到香港 就是可以每個星期探我婆婆 拿東西給她寫 拖她出去 逛逛公園 但這些事情我到現在為止都做不到 我回到香港這麼久都做不到 我只可以拿東西去下面 reception 給護士 或者姑娘她拿送給她 我跟她溝通就是我寫信給她 又或者要求 希望排期排到 那些姑娘可以幫忙 打個視像給她 幫我解一下話給她 因為她的耳朵聽不到 這些這麼簡單的事情 在疫情下裡變得很不簡單 多了很多步驟 但在這些時間裏面 我們更加需要養望神 更加需要捉住神的手 剛剛這些就是我來了香港之後 一個很簡單的update 裏面還有很多事情發生了 不過短短十幾分鐘的時間 我就說不完 不過也盡量跟大家分享 最後給我鼓勵一下大家好不好 其實現在全世界的人 今年都不容易過 這個是鐵一般的時辰 我們個個內心都明白的 但是我們真的 仍然去嘗試仰望神 仰望耶穌 他教我們就說 喂不用擔心明天這麼多 因為明天有明天的憂慮 每一天我們嘗試去尋求天父的國 他的義 他的愛 學習為何在恩典裡面 學習寬恕 學習包容 學習勉勵大家 這樣裡面 天父就會有計劃給我們 我們在紀蘭的難關裡面 有天父的計劃 都一定能走出來 所以我真的很受到鼓勵大家 我們一起互相討告 一起仰望一個愛我們的神 然後就知道我們就可以一步一步走下去 OK God bless you all 我現在在香港為大家做一項討告 如果大家可以的 也都請你紀念我 以及紀念我們在香港的時工 我在香港藝人之家的時工 希望大家在這個時間裡面 仍然可以用我們的恩賜 去廣傳福音 把神的希望帶出去 OK 好了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說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聽完三位見證嘉賓的分享 不知大家心裡面有什麼感受 面對持續了一年有多的疫情 人可以做些什麼呢 相信大家聽完三位嘉賓的分享 都有一個同感就是 人只可以謙卑下來 相信這位創造天地萬物的主 這位醫治天地的主 因為他掌管我們的生死 但是他又謙卑的來到這個世間 成為人 為要我們去相信 明白他對我們那份的大愛 2020年很快的過去 但是深信神所留下的平安 會繼續鑄守在我們 相信他的人心裡面 在結束今天的節目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經文 經文是記載在約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七節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 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 將這一份的平安送給大家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新年 我們下年2021年 繼續見 拜拜 這是為啟內 令我快跑飛,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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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轉換 頭都被寶寶 上来最感应 愿万寿见并见 胸口伤 以真来 爱好众唱出声音 同等你 长乐乐多 赞你够主 就算有风雨陈 伤入了主力来 愿旧潮在我身上 上路面献献为生 见证自贪 如果你想知道 主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聊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 416-788-332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